高雄市補教平保協會理事長李士昌 送給高雄市長陳其邁好彩頭 預祝競選連任成功 台上布條掛的大大 寫高雄市補教界挺邁後援會 也象徵高雄補教界表態支持力挺 而最新媒體民調出爐 高雄市長支持度陳其邁5成2 科知恩2成3 雖然差距縮短 但依舊穩贏超過三成 我想民調數字是參考 我們不會迴避問題 就把問題就擺爛放在那邊 那輕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9月30號就是我們科知恩大家族的 一個世事大會 刻意選在這個時間點 進行民調的調查 使得支持者沒有辦法在家裡 接聽民調電話的這個狀況 顯示呢 這波調查可能是 與實際的狀況是有所誤差 不過雙方善選看好度差距懸殊 陳其邁接近七成 柯知恩看好度卻不到一成 這是市民肯定的結果 所以柯知恩看好度只有9% 我想這個局勢跟大勢 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改變 選舉還沒有到最後啦 我覺得是要贏在最後 那柯知恩的聲勢已經有往上在走 那我相信最後這50幾天 我相信大家還是會全力衝刺 我們也會緊盯著 陳其邁還有他的團隊 到底在市政上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任議員認為大事底定 但藍一也不放棄 期許自家母雞持續生根基層 希望利用剩下的這50多天 穩固基本盤拉高支持度 近新聞綜合報導